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在群里做了殊胜的共修 他昨天下午去修车 没有安装 昨天晚上在群里做了殊胜的共修 他在群里也反馈很积极 然后就在观世音菩萨的甘露的加持过程当中 我就一并把辟邪金丹给这位师兄安装成功 就是安放在他的身体里面 辟邪金丹是什么呢? 他是一种高能量 正能量体 能可以防止邪灵 入侵自己的身体 或者干扰自己的身体 所以法界里面的一种护身的一个宝贝 我们家人已经通通都安装上了 因为有的时候要做法嘛 难免会遇到一些邪灵 这位师兄安装之后呢 昨天晚上 接近两点钟 那个时候呢 我还在梦乡 具体做什么梦呢? 我也不大记得了 估计是在哪个地方复宴 正在吃什么好吃的 第一个电话 是位男师兄打过来的 说有一个师兄安装了金丹 然后呢 剧烈的疼痛 师兄赶紧看群 我就纳闷啊 干装金丹还能剧烈疼痛? 这是哪跟哪啊? 这是保护自己的吗? 还能让自己受伤害? 我就闹不清楚 信号也不太好 电话可能挂断了 一会儿一看群里面 哦 是无敌师兄打电话 他说我挂断了 真不是 是电话自动挂断了 我以为我这是做梦吧 梦做梦 这大半夜的 一会儿呢 又有一位女师兄 可能是紫莲花 她给我打电话 说师兄啊 有人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金丹啊 会不会这个 男师兄讲的一样? 哦 哦 我说这个可能不是做梦 哈哈 赶紧请里面一看 哦 这位师兄呢 也给我留言 说是咋了 咋了咋了咋了 我在想啊 这些什么 这些金丹 还能让人疼痛吗? 我当时大晚上呢 也不能说是开 开启天眼做法 然后呢 我就猜想 这是蓝胃炎 还是一线炎吧 怎么会这么疼痛呢? 呃 从管散吧 呃 这个师兄以为是 这个 辟邪金丹引起 随机呢 啊 取回辟邪金丹 取回辟邪金丹之后呢 这个师兄还在疼 然后呢 一会儿呢 就吐 吐完以后 浑身轻松 疼痛没了 哦 我这个时候放心了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清醒了呀 两点钟嘛 被这个事情一下子 咋回事 但是当时晚上没法做法 呃 我想这个事情啊 这个什么情况 呃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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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又睡着了 今天 早上 一睁开眼 啊 迅速体床洗算 然后查询 到底是咋的个事儿呢 但是 因为我当时说过 十五天不能查因果呀 呃 现在才过去六七天嘛 所以说只能问一下菩萨 呃 是怎么回事儿 菩萨说呢 这位师兄身上的附体很多 我说是 我说是 附体很多 那他昨天为啥会疼呢 菩萨说呢 这位师兄这个 避邪金丹的这个正能量 让这个身上的附体 产生了强烈的不适应 是不 不附体是在疼痛 因为在这个附体在他身上呢 时间长了 啊 然后呢 他误以为是自己疼痛 我说 哦 原来如此 吓我一大跳 呃 我就请教菩萨 我说他要如果说 请我帮忙 呃 可以帮他把这个附体啊 进行处理吗 如果他要请我的话 菩萨说呢 这个事情因果比较重 还有很多节 呃 不建议我现在去处理 我说一个月怎么样呢 菩萨说过上一个月看看吧 只是过了一个月以后 他如果要请我帮忙 到时候呢 再看看机缘 是否成熟 真是午夜精魂呢 这个安装辟邪金丹之前 还是查一查身上 有没有附体 比较保险 但是呢 这里边呢 又设计很多规则 因为佛宝局呢 查这个附体 是经过菩萨允准的 收取一定的费用 一是设置一定的门槛 不然的话 不知道多少人找查 我就啥事情也干不成了 每天就给别人查附体了 另外呢 也是身上有附体的师兄 或者朋友 付出一定的金额 这叫能量的布施 舍出去吗 不然的话 什么东西都是免费得来的 你会珍惜吗 再说呢 任何东西都是有因果的哟 大家都会明白 舍得舍得付出付出 没有经 但是说他就说 这个查询呢 又是必须的经过其本人允准 才能查询人家身上有没有附体 人家没有让你查 你去查 你就动人家因果 所以说 我们不能主动去查 只能是他自己 或者说亲朋好友委托 所以说当时安装这个清单 时候呢 我也没查 直接就安装了 因为我们家人好多都安装了 也啥事没有 也就没去想这回事 之前也有好多师兄也安装了 也是啥事没有 可能身上都是没有附体的 没想到这位师兄的反应比较激烈 身上的附体因果都比较大 这个对昨天晚上那个事情 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也祝这位师兄呢 早日呢 能开启智慧 好好修行 您有这么多的因果 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今生就是前生带来的 我没有查 因为我的查询 还需要九天时间才能查 讲到这儿呢 其实顺便给大家汇报一个因果吧 其实有很多 之前呢 查婴儿在哪一道 我之前查过啊 有好多婴儿都已经往生了 不是往生啊 就是去了其他道 有畜生道的 有阿修罗道的 畜生道 阿修罗道比较多 恶鬼道的少 天道有一个 像人道基本就没有 地狱道没有 一般呢 他只要是 就是说已经脱离开身体了 成为其他道的一些连性了 这种超度呢 我就不会按这个 就是说超度英明的价格去收取 因为他已经成为其他道 就一般呢 就说有时候呢 就按祖先的收费就被解决了 昨天呢 就前天昨天 有一位师兄 女师兄 查他一个堕胎英灵 发现啥呢 发现他堕胎英灵一直没有离去 一直在他身上 也没有去轮回 时间很长了 他也写过一些牌位 都没有走 今天早上呢 就给他做超度 然后呢 把这位女师兄请来 也把这个英灵请来 嗯 请来之后呢 呃 就问这个英灵 你一直在妈妈身上吗 她说 是 我说 你有没有让妈妈生病啊 或者之类的干扰 她说 我没有干扰妈妈 她说这个英灵呢 没有干扰妈妈 我说 你爱你的妈妈吗 她说爱 这个英灵呢 居然会说话 好多英灵过来以后 就是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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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也听不懂 这个英灵呢 可能时间长了吧 用不清楚啊 这个英灵能表达一些简单的词语 呃 我说 你妈妈 呃 知道她自己错了 想委托我帮你呢 送到极乐世界 呃 你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走啊 她说 愿意 我说 你愿意啊 呃 就到叔叔这边来 然后呢 过来以后呢 我说你就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想给妈妈说 说点什么吗 这个小朋友呢 说 我也想不起来 很乖的一个小孩哈 我说 你既然想不起来 叔叔就送你去极乐好不好 他说 好吧 呃 然后呢 就请菩萨加持 把这个小孩呢 送往了极乐世界 呃 操作到极乐世界之后啊 我呃 就是看到已经到 然后就赶紧请菩萨告知 呃 这个宝宝在极乐世界哪个到啊 把极乐世界哪个到啊 是什么品味啊 呃 呃 昨天呢 一无只中还有一个师兄呢 就是说 他想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他当时的超度 呃 呃 这么说呢 其实明天还是有高人的 呃 这位师兄的家人呢 呃 呃 有一个可能是民间的某某某某某一人嘛 呃 查询这个身上的铺铁和造成他身上疾病的这些冤情在主 呃 呃 当他发过来之后呢 呃 就是他查询的结果发给我以后呢 因为我不能查询因果最近 我当时说过15天不查 我就是问一下 这个师兄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 然后我就请示菩萨 我说可以帮忙的 我可以帮忙了吗 菩萨说可以了 然后我就看一下 他看到的这些 这位民间人士看到的这些灵性 都是真实的吗 菩萨说真实的 好 既然不是我查的因果 然后又是真实的 那就证明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就得热 就给他做法 做法 话说呢 这个做法就请来他身上 第一件呢 就请来他前世的 应该是 妾之类的 带着一个孩子的一个女人 再呢 就出去就是再请下来一个地主婆一样的一个中亲 接着就是黄鼠狼啦 青蛙啦 青蛙啦等等一堆 请下来 按这个人查询的结果 一一请都请得出来 请完之后 我核对都没问题 我就想呢 要反正是要超度的 多一个也不多 然后呢 因为这个因果的事情呢 就说 菩萨呢 这个时候帮我 已经给他们说明了 我再看他身上有没有了 再看身上的时候 身上已经没有了 证明这个 这个民间有高人 看的因果 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个事情呢 我就问呢 我就想问问 这个人呢 什么好奇 不让我查因果 我还很好奇呢 想问问这个女的和这个小孩 是什么因果 然后呢 这个中亲有什么因果 菩萨都给挡住了 这十五天里不让看 然后呢 我就没有一意细问 然后呢 我就问这个男子 我说 你愿意给这些众生忏悔吗 这个男子的灵体 还是很不错的 愿意忏悔 就一一道歉 给青蛙 给就是那个黄鼠狼 给这个中亲 给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带的孩子 肯定是报仇的 我这个知道 但是那个地主婆 一样的一个亲戚 她也没说 她是报仇报恩 反正不浪常 我也后来就都没细问了 反正我知道 肯定那些青蛙 黄鼠狼 那肯定是报仇的 肯定是她杀的 我一般觉得 但是也没问 统一道歉 然后道歉之后呢 我就问了 大家都原谅 这位先生了吗 大家都原谅了 我说原谅的话 我送到这个地方 去极乐世界行吧 她说行 没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就请菩萨 把这些众生 一并带来到极乐世界 这是给大家简单 汇报一下事情 这个给我的感受就是说 没有解不了的因果 第一条 就是说 必须的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条就是说 你这个人的忏悔心 是不是真的 如果靠你自己解决 那个必须的 就是非常大的忏悔 而且永不再造 大量的放声 诵经 词咒 当这些众生感动以后 他自动离开 因为 就是说你这个功德很少 就是说能把他送到极乐世界 很可能就是 他能离开以后 原谅你 往生一个善道 或去投生 或者离开你 依然在恶道 这个多的比较多见 另外是 找能帮到你的人 但是也得你的 就是当面的忏悔 或者灵体的一个忏悔 然后呢 有菩萨来协调 就是当法师来劝 双方这样子 当然我说的其实挺简单的 其实中间这个劝话词 还是很多的 你的双方都把这个条理好了 你不是说你那么简单 因为讲故事嘛 讲小故事 你当然得省略了 你总不能说 这个劝架似的 一一都把每次都怎么劝来的 怎么劝来的 然后都说出来 那每天就这个小故事 就得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了 所以这小故事呢 这就是说 咱们大约就是意思 大约就是经过了劝解 道歉 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要实际情况当中 你的根据不同的因果 施展不同的劝说 另外呢 还有人家相信这个法师 而且呢 这个你 而且你这个法师 还得有能力 把人家送走 还得保证 你的劝说 不要得到这些邪灵的伤害 也有邪灵的 不是没有 这个邪灵谁得罪的 引起的 还是咱们当时做的恶态 伤害人家太深 人家不愿意解怨 咱暂且称之为邪灵 就是你的修正程度不够 人家根本不买你这个面子 说不定是连你这个劝说 劝解人 以为是你找来的帮凶 你病伤害 所以法师是一个风险行业 听起来讲故事的时候 哦 轻描淡写 但实际上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那么轻松 但是大部分灵性还是好的 愿意走的 愿意劝说的 愿意听劝的 因为他感受到 就是说你把这利害关系 都说明白的话 他们愿意走 所以说大家要多忏悔 多做功德 多做善事 记得忏悔 那是永不再造 才是真忏悔 今天才死一只蚂蚁 哎呀我错了 菩萨再也不敢了 明天呢 过去又看到 一个大米旁边有五六只蚂蚁 过去一脚靠 又踩死了 哎呀 菩萨我又错了 今天有个蚊子过来咬了一口 顺手一巴掌 打死了 哎呀 不好意思 杀生了 我错了 明天一个蚊子过来嗡嗡嗡笑 你过去又是一巴掌 又把人打死了 做什么事情 要达到真忏悔 达到众生原谅 靠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真正的忏悔 也能可以的 相信你自己 但是一定要真行 真做 感恩 感谢 又给大家唠叨了半天 就是说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了这些小故事 宋幸福 我讲故事呢 其实 字里行间 都在给大家 宋幸福 您在听吗 只要我的声音所到之处 是有能量的哟 自己去感觉吧 是我在吹牛吗 好 不说了 宋幸福讲故事 愿大家 人人都幸福 家家都快乐 感恩感谢大家 愿大家早日开智慧 早日赠得菩提 道果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事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于报身 同生极乐国 众国 沟众 众 沟众 费 神